喂 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Path3加Tensflow实战人链指纹小程序 那在之前呢 我们已经将我们整个课程的全部内容呢 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在今天呢 我们将呢 针对于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呢 进行一个课程总结和课程内容的一个回顾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本节课 我们通过Path3加Tensflow这一套课程 学习了哪些重要的知识点 那首先呢 就是我们当前完成的这个任务 通过Path3结合Tensflow来完成了多个人链实战业务 包括了人链检测 人链识别 人链属性 人链关键点 活体检测这样的几个业务 另外呢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这些实战的任务 以及我们在这些实战任务中用到的模型 那在介绍具体的实战内容之前呢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给大家介绍一些深度学习的基础和卷积神经网的基础 在深度学习的基础中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深度学习的基本概念 在深度学习中涉及到的一些理论知识 而在卷积神经网中呢 我们则给大家介绍了目前主流的一些卷积神经网的网络结构 并且呢 最后通过一个图像分类的任务呢 来帮助大家去理解卷积神经网 另外呢 我们在实现这些网络结构的时候呢 使用的是tansflow的框架 所以呢 我们又花了一些时间呢 去给大家介绍tansflow的框架 尤其是其中我们用到的slim 那在介绍完这些基础内容之后呢 我们开始了后续的这个人脸多个业务的展开 在介绍不同业务的过程中呢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我们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所需要的数据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这里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业务 它都属于motion learning 也就是机器学习相关的任务 机器学习相关的任务 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呢 数据 通过数据再结合我们所建的模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完成对模型参数的学习 也就是说 我们有了数据 有了方法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训练出我们想要的模型 有了模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后续的逻辑推理 逻辑运算 进而呢 解决我们相应的人脸相关的业务 所以呢 针对于具体的人脸业务呢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了数据 方法 模型 训练 测试 以及如何使用tuffball的 来观察我们这些模型训练的一些中间结果 另外呢 就是针对于相关的业务呢 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优化的点和优化的方法 希望呢 通过这些点呢 来启发大家更多的关于这个业务 相关内容的一些后续发展技术的一些思考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针对于已经训练好的模型 我们采用了flask来封装一个web接口 通过这个web接口呢 来和小程序呢 进行数据的交互 和逻辑推理的一个运算 而在具体功能的呈现上呢 我们采用小程序来完成具体功能的呈现 也就是说 我们开发了一个小程序 在这个小程序中呢 包括了我们对这些深度学习模型的调用 而这个调用呢 则是通过flask端的web接口来完成的 所以呢 整个小程序的这个功能呢 它包含了非常重要的几个模块 一个就是我们小程序端代码的开发 另外呢 就是flask端web接口的开发 然后呢 就是我们模型训练和学习的这个过程 将这些过程呢 我们一一串起来之后呢 就开发出了我们最终想要的这个人脸智能小程序 那在整个过程中呢 我们涉及到了一些相关的理论的分析 比如说我们在给大家介绍模型的时候 会给大家介绍这些模型的基本结构 以及在这些模型中会涉及到一些基本原理 另外呢 就是我们在整个开发的过程中呢 会教大家呢 如何去完成一些代码的编写 也就是所谓的coding的过程 帮助大家呢 去熟悉如何使用python 如何使用taskflow的框架 以及如何去完成相关业务模型的搭建 并且呢 针对于这些模型呢 我们如何去完成数据的封装 数据的打包 数据的读取 数据的解析 以及模型网络结构的搭建 模型的训练等等这些流程 那通过整个的这套课程呢 希望大家能够去掌握相关理论的分析 以及相关网络结构的设计 另外呢 希望大家掌握在当前的这个人脸识别的业务 在整个计算机视觉领域中 它的一个重要的地位 通过这一套课程呢 我们了解在计算机视觉中几个主流的任务 包括了分类任务 目标检测 我们这里是给大家介绍的人脸检测问题 实际上呢 人脸检测呢 它属于目标检测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目标呢 检测呢 它还包括了一些人 车等等一些其他目标 只要是我们感兴趣的区域 我们都可以通过目标检测来完成这个事 所以呢 人脸检测呢 它属于目标检测的一个分支 希望大家通过人脸检测这个业务呢 能够对目标检测这个业务呢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那再来呢 就是一些简单的回归网络和分类网络 这里呢 我们在进行人脸属性和人脸关键点的时候呢 会用到回归和分类这样的网络结构 再来呢 就是多任务网络结构 那通过这些网络结构呢 能够帮助大家去了解计算机视觉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 那通过这些知识点呢 能够帮助大家去梳理在计算机视觉中一些主流的一些相关的任务 那在本节课呢 我们的核心知识点呢 主要就是包括了下面的几个内容 有深度学习的基础 那在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主要内容的时候呢 也给大家提到过 我们给大家介绍深度学习的基础和卷积神经网的基础 在介绍完这些基础之后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了Tensflow的框架 那有了这三点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完成了一个图像分类的CF10的这样的一个分类人物 那通过这四点 我们能够帮助大家去初步完成一个简单的网络设计 再然后呢 我们针对于人脸的业务呢 去分别设计不同的网络结构 这里呢 也包括了人脸检测 人脸检测呢 我们使用的是Tensflow提供的官方的API接口来完成模型的训练 另外呢 就是人脸识别 在人脸识别呢 我们使用的是FaceSense框架来完成人脸识别这样的一个任务 而人脸关键点呢 则是我们自己搭建了一个回归的网络结构 而活体检测呢 则是基于人脸关键点检测的结果 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关于是否是活体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而人脸属性呢 则是我们搭建了一个多任务网络 在这个多任务网络中呢 主要是用到了分类网络 那对于我们整个课程最终的这个效果图呢 其实就是 首先呢 我们完成了人脸检测 再有呢 就是人脸识别 就是我们去可以去完成相同人和不同人之间的一个身份的判定 那这个身份的判定呢 则是通过相似度来进行衡量 然后呢 就是人脸关键点 人脸关键点呢 我们去找到了68点的这样的一个landmark点位的坐标 然后呢 就是人脸属性 人脸属性呢 我们进行了四个人脸属性的判断 当然呢 我们在Cellable这个数据集上呢 有非常多的人脸属性 大家呢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将一些其他的属性的同样也去训练到我们的模型中 再有呢 我们通过小程序来完成最终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展示 首先呢 是我们小程序刚打开的这样的一个处处化的这样的一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中呢 这里的这些内容呢 都是我们写死掉的 那我们点击开启学习之后呢 就会进入到我们功能选择的页面 在功能选择页面中呢 我们实现了四个功能 分别是人脸检测 人脸关键点 人脸识别和人脸属性 那这里呢 我们也给大家结了一个人脸检测的这样的一个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摄像头 当下的这个画面呢 则展示了我们实时采集到的一个图像 在我们点击人脸检测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 就会实时的进行人脸检测 点击停止的时候呢 就会停止 另外呢 我们会将人脸的坐标呢 在页面中呢 给大家展示出来 那其中的技术难点呢 也是通过这一段时间和同学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那也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和同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我发现了大家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 也就是我们这节课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难点 首先呢 就是记忆学习和深度学习相关的经验 那很多同学呢 可能刚开始学这门课的时候 都是零基础来开始学这门课的 这个零基础呢 很多同学是不具备记学习的相关的概念的 就是对模型训练测试 什么叫模型以及优化建模 这些基本的概念可能是不太了解的 所以呢 在刚开始学这门课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困惑和疑问 那大家如果不了解什么是机器学习 尤其是机器学习这个概念 深度学习还好 因为我们在课程中呢 会给大家介绍一系列的深度学习的基础 而深度学习呢 它也属于机器学习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如果大家对机器学习的概念是不熟悉的话 或者完全不知道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大家一定要首先去了解一下 机器学习的相关的概念 这里呢 可以推荐大家去了解那个温达的斯坦福的 机器学习的公开课 或者是周志华老师的西瓜书都可以 然后呢 就是Linux相关的经验和技巧 那很多同学呢 可能对Linux编程的环境的是不熟悉的 甚至是没有接触过的 所以呢 很多同学会选择使用Windows的操作系统 来完成我们整个课程的开发 那这里呢 我不建议大家使用Windows的操作系统 因为我们算法工程师在工作的时候 工作环境一般都是Linux的环境 很少基本上不会使用Windows的环境 而且呢 大家在使用Windows环境去完成人链检测 也就是SSD模型和那个FaceNet模型的时候呢 可能会存在那个环境配置上的一些问题 这个呢 可能会浪费大家很多的时间 那有了这个时间呢 可能大家已经可以完成Linux相关知识的一个学习了 其实我们在整个课程中用到的Linux相关的一些操作呢 其实是很少的 就是很简单的 都是一些很简单的操作 大家如果是学一下的话 是很快能学会的 并且呢 我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机会呢 能够去掌握Linux相关的一些经验和技巧 为后续工作和学习呢 去奠定一些基础 再有呢 就是关于OpenCV相关的一些基本的图像处理的知识 这个呢 也是我发现同学很多 就是不太了解这个CV2 我们在编程的时候呢 用到了很多CV2的这样的一个库 在这个库里 其实主要是完成了一个图像的读取 和图像的Resize 以及OpenCV读取图片之后 转成了NumberPack格式的数据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图片的裁剪 还有就是保存图片 这个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都是用的OpenCV的库 也就是CV2 很多同学呢 可能不太了解图像处理相关的一些基本知识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补充一下OpenCV 相关的一些图像处理的基本的知识 还有就是Python 在编程的时候NumberPack 相关的一些基础 这样呢 能够帮助大家去更好的去了解和学习我们这门课程 再有呢 就是TensFlow框架知识 那TensFlow呢 它和PyTouch 是目前比较主流的深度学习 入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工具 大家呢 可以使用TensFlow 也可以使用PyTouch 我们这门课程中呢 主要是采用TensFlow 来作为大家的模型设计和编程的这样的一个框架 如果大家对TensFlow不太了解和熟悉的话 那大家呢 可以去看一下TensFlow官方提供的API接口 另外呢 我们在课程中呢 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TensFlow的一些基础知识 那除此之外呢 这些都是和网络相关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就是Web开发 那很多同学呢 也是关于Web开发的这个机制 是不太熟悉的 所以我们在讲图片上传和通信 就是我前端发送请求给后端 后端返回结果给前端 那对这些东西呢 可能都不是特别的了解 如果同学对这些不是特别了解的话 也可以去补充一些关于Web开发的基础 这里呢 我们使用的是Flask 也就是基于Python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轻量级的一个 Web开发的一个框架 所以呢 大家还是一方面的需要去了解一下Python这个编程语言 另外呢 就是可以去了解一下Flask相关的一些基础 我们这里其实也是用到的一些非常简单和基础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就是小程序开发的基础 其实小程序开发的基础呢 如果大家了解HTML CSS这样的一些编程页面的开发语言的话 那其实对这个小程序的开发呢 其实很容易就会掌握的 这里呢 其实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技术难点 主要呢 还是大家去抽时间的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个文档 那在回顾完我们课程的难点和技术点之后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学习的一些经验和相关的建议 这些建议呢 也是和同学之间在交流的时候 帮助或者是在帮助大家解答问题的时候 会发现的一些问题 首先呢 就是我们并不是说学完这门课之后就具备了算法工程师相关的能力 我们在学习完这门课之后 依然需要去补充机器学习相关的理论基础 尤其是我们一些传统的机器学习的模型和在机器学习中涉及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 比如说就是一些过拟核一些模型优化什么叫收敛 还有就是训练级测试级训练级测试级的划分 我们什么是一个凸函数等等这些基本的东西 都是我们需要去补充的一些机器学习相关的一些基础 那这些理论基础呢 也是帮助我们在后续进行模型调参 模型理论分析的时候 需要具备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技能 而且呢大家在面试的时候呢 也可能会被问到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除此之外呢 大家呢还是需要去锻炼一些编程的能力 一定要多coding 包括我们这门课程 大家在学习我们这门课程的时候 不要一味的去只看视频 一定要多coding多写代码多调试 在调试的过程中呢多发现问题 然后呢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也一定要去多提问 大家呢在提问的时候呢 可以在QQ群里做提问 也可以呢去在我们课程的问答区进去提问 我发现很多同学可能就是买了我们的课程之后呢 没有加QQ群 大家一定要去加我们的QQ群 大家在学这门课程中的时候呢 一定会有非常多的问题 一定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不要觉得问题太简单 就不去问 一定要多问问题 不管这个问题它的难度有多难 还是说有多容易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 除了去补充理论知识和编程实践能力以外呢 大家还需要去回顾一些数学基础 其实这些数学基础 很多我们做理工科的应该是都学过的 只是大家可能现在已经忘记相关的一些东西了 比如说我们就是经常会学到的一些高数 概率统计 先行代数与矩阵 这些东西呢也是我们需要去回顾的东西 那数学基础呢 它其实也决定了我们最终算法能力的一个上限 一个瓶颈 那再有呢就是多度paper 尤其是一些顶会和顶刊的一些paper 比如说我们在计算机视觉里边 就是CVPR ETCV SCV EGK Triple AI SML这样的一些顶级的会议 还有就是顶级的期刊 就PAMI啊 那个TIP啊 TMM啊 等等这些顶级的一些刊物 那在这些刊物中呢 会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一些idea和一些方法 去拓展我们的思路和发散我们的思维 帮助我们去了解更多的和计算机视觉和我们相关任务 相关的一个研究方向 打开我们的思路 使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 尤其是在进行模型优化的时候 我们会通过阅读相关的paper 去学习更多的别人的idea 来找到一些新的优化方向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些相关的读物 就是很多同学也问 就是我们在学完这门课之后 是不是就已经具备了一个算法工程师基本的能力 那我们讲呢 大家学完这门课之后呢 对计算机视觉相关的任务 应该是有一定的基础 而且呢具备一定的编程和开发的能力 但是呢这个还是不够 大家呢仍然需要去补充一些相关的东西 我一直在强调我们需要去补充一些相关的东西 那怎么去补充呢 一方面就是我们去实现更多的模型 去调更多的参数 去更多的coding 另外呢就是我们需要去阅读一些相关的书籍 比如说周周华老师的西瓜书 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些技艺学习相关的概念 另外呢就是统计技学习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些数理统计相关的一些东西 包括一些模型优化等等相关的一些东西 然后再有就是deployment花书 那花书呢也是包含了整个深度学习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再有呢就是大家如果想了解现行代数的话 这里呢也推荐大家麻省理工的现行代数的课程 另外呢就是吴安达老师的机器学习的课程 那在这机器学习的课程中呢 也会帮助大家去科补非常多的概念 这门课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的 那最后呢我们仍然呢希望大家关注我的后续的AI基础 技术课程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在目课网上呢 目前呢已经上线了三门课程 其中有两门付费课程 那三门课程有一个是卡费的相关的技术的一个介绍 另外呢就是深度学习 目标检测算法原理实践经济 就是再有呢就是Python3加Tensflow达到人脸智能小程序 那这两门课程呢 其实它的难度呢也是从刚开始的很难的一个高级课 就是目标检测是一个非常专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呢也是review了很多的目标检测相关的方法和技术路线 而且呢涉及到了非常多的框架 很多同学在学这门课的时候呢 其实也跟我表示其实还是比较难的 很多地方可能听不太懂 所以呢我们在后续给大家又上线了一门Python3加Tensflow 也就是我们这门课 其实这门课相对来说呢就会更加容易一些 在这门课中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深度学习的基础 和一些人脸业务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相比于这两门课而言呢 其实它的难度呢还是会有一些的 对于一些初级的入门同学而言呢 大家可能还是需要去具备一些积极学习的基础 可能需要去了解我们刚才讲的模型训练 模型测试等等这些基本的概念 还有就是我们需要了解OpenCV的库 然后还需要去了解一些Python一些编程的基础 其实这个对于一些基础相对来说比较差的同学而言呢 可能是还是会有一些难度的 所以呢我们在后续的这个课程呢 可能会考虑下面几个点 就是接下来的课程 我们可能会有下面的几个选择 一个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些AI基础入门课 那这个基础入门课呢 那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那在接下来的课程呢 我这边呢有几个不同的选择 一个呢就是给大家介绍 AI基础入门课 可能会结合coding来给大家解释 计算机视觉或者是说和AI相关的一些数据结构 一些基本概念如何去理解 通过理论结合实操 来帮助大家呢 更快的去从一个小白用户去成长为 具备机器学习相关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师 然后呢 具备这些技术之后呢 我们再去学习目标检测 或者是说再去学习我们这门 Pathens 3加Tensflow 实际人员真的小程序的课程而言呢 可能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另外呢 会帮助大家呢 去补充在计算机视觉 在NLP 在其他的一些相关的 AI技术中的一些 所欠缺的一些知识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考虑呢 有另一个选择 就是帮助大家去了解更多的一些 实战方面的东西 带着大家呢 去挑战一些竞赛 那当然呢 如果是这个课程的话 可能也需要大家具备一些 机器学习的基础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就是 在计算机视觉任务中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目标检测和 人脸识别相关的一些内容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计算机视觉的任务 是可以介绍的 比如说目标分割 目标跟踪 单目标跟踪 多目标跟踪 还有就是干图像生成 生成对抗网络 迁移学习等等 非常多的 可以介绍的点 那这些点呢 也是我们在计算机视觉任务中的 经常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和一些挑战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和NLP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这些三点呢 也是我们后续AI技术课程会考虑的不同的选择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建议的话 都可以向我提出来 或者是说大家有其他的方面感兴趣 因为我之前看到有同学跟我讲 对那个目标检测或者说目标分割可能会有一些兴趣 那因为我不知道受众有多少 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有非常多的同学呢 对这个方向的感兴趣 所以呢 很难去做一个课程的一个判断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的话 也可以和我去自家里沟通 那关于我们Python三家Tensflow的课程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也希望在后续的新的课程中呢 能够依然和大家相遇 谢谢